大家都知道,娱乐圈里的明星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都会精心打扮,不只是女明星,男明星也会之后才出现在镜头之下,因为之后可以让人看起来更加的精致,而且在一些录影棚当中,如果不的话,整个人就会非常的没有气色,所以为了呈现出更好的效果,明星们都会, 之前我们经常看到之后和卸妆素颜的对比,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四大天王卸妆之后的样子,张学友显苍老,刘德华郭富城没区别 四大天王卸妆之后的样子,张学友显苍老,刘德华郭富城没区别 说起四大天王,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,作为香港娱乐圈里的领军人物,他们到现在还非常的红,他们的年纪都已经不小了,但是看起来还是保养的不错 四大天王卸妆之后的样子,张学友显苍老,刘德华郭富城没区别 张学友被大家称为歌神,唱了很多经典的歌曲,他的一首,吻别,现在还非常的经典,据说当年亚洲销量第一,世界销量第二,打破了很多的销售记录,他也因此被大家崇拜 张学友在华语乐团的地位可以说是非常的高,而且也做出了非常多贡献,现在他每次开演唱会,经常能够看到又带到了逃犯的新闻,让大家觉得非常好笑 但是岁月催人老,张学友现如今也已经57岁了,卸了妆之后也是让他看起来比在舞台上显得更加苍老 不过大家还是一样非常的爱他,也希望他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 四大天王卸妆之后的样子,张学友显苍老,刘德华郭富城没区别 黎明在今年迎来了自己的宝贝女儿,大家也是给他送上了祝福 经历过一段失败婚姻之后的黎明,还能够与自己的助理走到一起,可以说是一段来之不易的缘分了,也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够生活的幸福 黎明保养的也是非常不错,虽然比起之前脸上看起来有点发福,不过看起来状态也还是很好,比同龄人年轻很多 四大天王卸妆之后的样子,张学友显苍老,刘德华郭富城没区别 刘德华的颜值那是没得说,男女老少都非常的喜欢他,长得非常有魅力 刘德华也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天王,不仅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 而且还演了非常多经典的电影,多次获得影帝的头衔 很多网友经常说刘德华火了三十年,样子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刘德华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也不会化太浓的妆,所以他卸了妆之后跟前也没有什么两样 四大天王卸妆之后的样子,张学友显苍老,刘德华郭富城没区别 要说起静歌热舞行的代表,那就不得不提郭富城了 他的很多歌曲都非常的经典 一首,对你爱不玩,火了近三十年,现在听也还是不过时 四大天王卸妆之后的样子,张学友显苍老,刘德华郭富城没区别 郭富城长相也非常的俊朗,他曾经在参加节目,我们17岁的时候,测试身体状态非常的年轻 而且前两年还有了自己的宝贝女儿,非常的幸福 郭富城不仅身体状态很年轻,而且保养的也非常好 卸妆之后也是与妆后没有太大的区别 其实可以看出来,他们都不能,有时甚至出席活动的时候都不 所以看起来与他们平时的样子也没什么区别,你觉得呢?